当前MC科学给大家带来一个可以把生物击杀以后 变成非常多碎块的一个真实画面 但是今天呢我给大家带一个更棒的模组 就是可以把我们的生物击杀成非常多的碎块 这时候呢我们还可以把它们直接给捡起来 小周星热爱生活在小五 我是猛熊 欢迎来猛熊的创意学堂 那本期创意学堂呢 是给大家我的世界全新的生物物理引擎模组啊 这个模组达到什么境界呢 就相当远 咱们普通的击杀生物 是直接让我们的生物凭空消失了 但是加上这个物理引擎模组以后 让整个世界的生物击杀动画 变得更加的真实 更加的完善 好的呢 本期便呢 点赞超过5000 立马更新下一期 那这样的全新生物物理引擎 有哪样的好玩之处呢 跟着我先看看吧 现在我们先到我们以前的小羊来做一个物理实验 我们在击杀小羊以后 小羊的整个身子被分为四分五列了 不管是他的四肢还是躯干都分为单独的个体了 而且他们都有一定的碰撞体积 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身子呢 去撞击他 他都是会直接被我们撞击开来的 而且我们可以在空手的情况下 去把小羊的任意的一个四肢躯干部位给进行个捡起 比如他的头我们是可以直接捡起来的 而且这样的头呢也是可以直接吃的 或者是可以摆在家里进行个装饰摆看 这里呢我还想试一下居然这样的一个羊头可以捡起来 可以直接生吃的话 我看看能否进行熔炉的烤制啊 我们再进行把羊头放入熔炉以后 大家可以注意到 诶 羊头就直接变成一个熟羊肉了 所以像四肢等等的这样东西啊 都是可以经过熔炉烤制变成一个熟羊肉的 我以为会变成熟的羊头呢 这种击杀效果呢在敌对生物也是可以完成的 像这样的苦力怕我直接给他来一个暴力猛充啊 就把他直接冲碎了 然后呢我们也可以把这个苦力怕的脚趾头啊 驱干啊等等的全部给捡起来 当然这样的东西呢 敌对生物啊像苦力怕这样的还是不能使用的 他毕竟是火药做的嘛 所以我们就算把他捡起来以后 我们无法按右键进行个啃食的 诶 但是僵尸这样的敌对生物就可以啃食了 我们直接来一个暴力猛充 就直接把僵尸给冲碎了 但是呢脑袋还是不能吃的啊 这样的僵尸呢去掉头 其他部位都能吃 诶大概就直接可以啃食僵尸的躯干了 大家注意到我们还有一个饥饿的效果 和啃食腐肉是一个特性的 后来我才发现原来僵尸击杀动画 不仅仅是我刚刚把他冲碎成很多块那一种啊 原来他在阳光底下受到阳光的灼烧 是会直接变成粉末消失的 他有点像那个吸血鬼啊 碰到阳光变成粉末消失殆尽 除了像刚刚击杀苦力胖那样的爆裂猛击啊 把他们的身子冲到几米开外 这样棒的物理引擎击杀动画以外 还有一个方法 就把生物放到他们的头顶位置 直接给他往上冲击啊 直接一击毙命 把我们的小羊冲碎上天 这个铁傀儡的击杀动画就更有意思了 我们在攻击铁傀儡的时候 大家可以注意到整个铁傀儡的身子啊 慢慢的开始有点变形的样子 而且在我们击杀他的最后时刻 铁傀儡直接先是守抚地 然后穿倒在地上去啊 哇 这个动画完美了 更有意思的是 我们还可以把这个铁傀儡直接捡起来 捡起来干嘛呢 把它捡起来放入我们的工作台里面 它是可以直接分成九个铁钉 同样拥有独立动画的 还有掠夺兽啊 可能这样的一个旁人大物一般的生物啊 都有一个独立的击杀动画 我们在击杀掠夺兽以后 它也是直接地的头往地上一倒啊 它同样的也可以像铁傀儡一样的 在我们空手的状态下 把它右键给捡起来 但是这样的一个比例 和刚刚的铁傀儡比起来 这也太小了吧 幻影呢 它也有一个击杀动画 不过没有那么的绚丽啊 在我们把它击杀以后 它就是变到一团然后爆炸而已 但是墨银莽呢就很有意思啊 我们这里用指令召唤一个墨银莽 给大家击杀看 把墨银莽击杀以后 它会像是被我们刚刚直接给踩碎了的感觉啊 落在地面 然后呢我们在右键可以把这个墨银莽给捡起来 墨银莽呢 在我们手上也是和它同比例 身子是同个大小的 然后我们去啃尸墨银莽 还会获得一个小黑的顺移效果 没啃尸一次就会顺移一次啊 感觉这个功能也特别棒的 那本期的创意学堂呢 就到此结束了 如果你有更加好玩的数据报或者模组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 祝你下期评 我就会专门为这期模组和数据报 做一期视频介绍 或者生存类型的视频哦 那本期评 点赞超过5000 立马更新下期 那怎么就下期再见吧 拜拜